左鄰右舍 一大群志工齊聚在 角美環保站做分類 这天是環保站的六岁生日 大家没有特别的庆祝活动 以平常心度过 以前我们刚开始了就四个 四个后来就六个 现在就三十多个吧 做分类的这天 恰巧遇上中元节 志工特地邀约大家查续 分享吉祥乐的正知正念 吉祥乐有很多的菩萨 也都改变了 那我们就希望说 利用今天的日子 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借以这个分享 来更让启发大家的 这种好的观念 正确的观念 这些年在角美镇 透过做环保而改变的 可有很多人 李雅丽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她和先生不迷信 天天已回收为乐 这些就是平时我们就 那个我们附近的小旗嘛 那些人家拿出来扔掉了 还是路上扔掉了 我们就是有在路上看到了 就停下来把它讲过来 换到这边 谢谢你啊 这个角美前线 同样是迷转物的正信宣导 在广州 志工以浅显易懂的话剧 做主轴 推广如素救地球 在演绎这个话剧呢 也是想说 用正亲正念的这种思想 来引导我们 一定要爱护我们的地球 因为救地球需要 潜能减碳 那个减碳最好的方式 就是吃素 我以前的就是买销肉 买鸡 走向奇迹路就好了 我听着向人说就挖了 现在我的拐线 不买这个东西 拜苹果啊 就是买这个钢啊 这个东西拜就是这样 吉祥月建立正确的观念 一起为孕育众生的地球母亲 尽一份心力 大海新闻 珍珊美之宫综合报道 在今天新闻最后